我們現在說為九號的時候 台積電在晚上突然發了一條聲明 這條聲明非常有趣 他是在告訴你亞利桑那州廠的狀況 現在在蓋的狀況 進度跟你講進度的時候 他突然告訴你是說 他雖然在一期的工程 在做的時候 他二期的建築物也開始在蓋 二期他現在一期的廠都還沒蓋完 他現在告訴你說 他二期也開始有一部分的建築物在蓋了 當然他在裡面特別講到說 還沒有確定二期的整個規劃 整個計畫 但是他在新聞稿裡面 特別提到一件事 但鑑於客戶對台積電先進製程的強勁 需求 所以他們要將會有效率的規劃 未來 未來 那這一個九月公佈這件事情 九號晚上突然發了這一個聲明 十四號巴菲特買了四十一億美金的ADR 對 然後大概六千多萬股 六萬多單位 他們叫單位 一單位等於大概等於五股 所以他買了六千將近六六千多萬單位 所以你在乘以五就是買的他的股份 大概買了一千多億的台幣 然後接下來就是庫克 在德國內部公司說 未來這個未來的裝置晶片 將要在亞利桑那州買工廠買 那他還特別談到這個工廠 大概二零二四年頭場 那剛好台積電就是二零二四年頭場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家 英特爾在亞利桑那州 也有兩個場 他投資跟加拿大合作 投資了三百億的美金 設兩個場 但是根據彭博的說法 他說其實蘋果一直在開始使用自己設計的CPU 等等所以不應該不會去從頭回過去 再找英特爾代工 因為英特爾現在在搶代工市場 其實他的代工的業績乏善可乘 所以他實際上代工的真的能不能像台積電 好啦等等都會被質疑 所以大概判定應該是所謂的亞利桑那州的晶圓廠 應該指的就是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你看 他九號就給你公布這件事情 他的設廠進度 那最近也傳出來 他將會在鳳凰城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北部規劃 第二個場區是三奈米 那其實他就是在亞利桑那的周邊 他距離第一個場很近 為什麼會這麼說 其實亞利桑那亞利桑那亞利桑那 亞利桑那他的場區 大概是四百五十六公頃 什麼概念什麼概念 十七點五個大安森林公園這麼大 三個信義特區這麼大 所以他的擴廠二期擴廠什麼 那個地都已經不是問題 所以當你一連串看起來這些消息的時候 你就發現其實台積電跟已經在跟未來的客戶裡面的需求 已經在做同步上的進行 同步上的驅動 同步上的在走 所以亞利桑那未來可能就是蘋果在晶片上面 可能就變成他在衣眾的一個地方 不過我們要特別提到庫克獎的一句話 百分之六十的晶片 來自於同一個地方 這可能是在戰略上面 不是一個很好的戰略 那台積電全球四戰率多少 百分之六十四 所以庫克獎的某種程度上 影射的就是臺灣 影射的可能就是指的就是臺灣 就是說你你你全球裡面的半導體的裡面的晶片 有百分之六十四 你四戰百分之六十四 那換言之他說 百分之六十來自於同一個地方 那毫無疑問 就是指的就是台積電了嘛 所以你從這一方面來看的時候 那臺積電就出現了一個什麼問題 他的地緣政治的問題 我們一直在強調這個問題 那我們從底下這一張圖來看 其實他特別標示了一個中國 中國的解放軍的基地 其實這還是只是一部分而已 這還是一部分而已 他的基地不會只有這樣 那海南島的軍基地裡面 當然他的航母有一個基地是在這裡 然後你說水門空軍基地 其實他的周邊的基地是很多的 包括你說廈門 他們也有陸軍的基地等等的基地 所以他在地緣政治上面 是很依靜於中國 依靜於中國 你要說中國的戰鬥機 最快飛到臺灣幾分鐘 五到七分鐘 五到七分鐘 五到超音速戰機 最快的戰機五到七分鐘 就可以飛到臺灣 所以最近的地方飛過 所以在地緣政治上面 當然他會受到一個考驗 那為什麼你看日本給了臺積電的補助 在雄本蓋廠 那晶片法案給一直在要求臺積電到美國設廠 那亞利桑那的設廠也會取得晶片法案裡面的補助 德國也有晶片法案 歐盟也有晶片法案 你看德國也一直在要求 那個臺積電到德國 考慮到德國設廠 那傳出來不是臺積電有派團要去德國 去德國考察嗎 對 所以對臺灣有多大的影響 雖然日本的日本的一個半導體的一個設備商的退休的經營者說 與其說臺積電是個巨人 不如說他是個怪獸 為什麼會這麼說 最簡單一個理論 臺積電有沒有出終端產品 請問你各位有沒有聽過臺積電的手機 有沒有聽過臺積電出電腦 有沒有聽過 因為終端產品 我們所謂的終端產品 消費產品就是手機 電腦這一切 他沒做但是他可以完全掌握這些消費市場 為什麼大概有五百家的四根臺積電 去委託臺積電生產晶片 這五百家各行各業 包括企業包括什麼 包括軍工產業 軍工產業 軍工產業什麼 不要以為臺積電對軍工產業不是很清楚 因為你要生產F35你要用我的晶片多少 你跟我訂單多少 他就可以反推估 你大概要生產多少 加F35 他是可以反推估的 對 所以他為什麼可以成為所謂的怪獸 就是他太瞭解消費市場 他太瞭解消費市場 因為我不是做消費品的我不做行銷 但是你跟我訂單訂多少 這個的晶片主要是要做什麼 做什麼做什麼的 他很清楚 各行各業都需要 你的訂單下多少 你的產量是多少 是可以反推估的 對 所以他對各行各業的產業是非常了解 那他對全球情勢那更了解 你就講一句白一點話 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零年左右 美國商務部還有一個單位叫國防部 都派人專程來聽臺積電的報告 那要聽什麼報告 他對保密程度 因為他只做代工 很多的共同的同樣的行業 都來臺積電代工 他的保密程度 是我幫你這家代工 我絕對不會把你的機密 告訴這一家 而且他的所有的呃 員工裡面知道永遠是一部分 所以你不可能完整的把機密卸出去 這一點就是為什麼美國 這美國要求台積電去美國 為什麼美國國防部來考察 為什麼考察完了以後 美國這麼軍工產業的晶片 依然在台積電生產 台積電就做到了一件事叫信任 所以各場各家信任 所以他的規模可以大到這個地步 甚至於超微可以跟英特爾競爭 就是因為來自於把他的晶片 轉到了台積電做 他的良率等等提高以後 超微已經開始可以跟第一次戰的 英特爾在搶市場 所以台積電為什麼會在日本的口中叫做怪獸 而不是巨人 因為他大到已經對各行各業的瞭解程度 不是只有半導體